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那麼好呢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Carmen 那除了我之外當然還有袁醫生啦 袁醫生你好 Carmen你好大家好 袁醫生我最近在報紙裡 折二連三看到一些關於抑鬱症的新聞 就想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 那第一單呢就首先講一個南亞的母親 她都有43歲的啦 就懷疑呢是因為高齡而後剷子啦 那就對女兒呢就憤愛緊張 就引致她情緒不穩啦 繼而做出一些傷害她女兒的事情啦 那就好彩就被親人發現到啦 那就及時阻止了這件悲劇的發生啦 那看完之後呢 那剛巧又再看到另一段新聞啦 就是講呢原來香港每年都有不少的人自殺死亡的 原來都有成一千人 即平均每日都有三宗啊 那她裡面也都舉了兩個例子出來的 那例如呢有個女士啦 她有一天發現丈夫突然間在家裡燒炭自殺 事前呢就沒有什麼先兆的 即是突然間離開她和留下兩個女兒要去獨力撫養 那樣啦 另外也都有一個例子是 即是兩個老年的夫婦 就目睹35歲的獨子 就了結了自己生命就很傷心啦 那報章裡面也有講啦 那有個自殺學之父之稱的心理醫生呢 斯德曼呢就認為啦 每個自殺人士呢其實保守估計啦 至少為六位和他有密切關係的人帶來創傷的 那你想一下身邊的人離世當然很傷心啦 但是一般他們都覺得是突發的 其實啊 袁醫生啊 類似這些情緒不穩啦 抑鬱症呢 其實有沒有什麼先兆的呢 其實呢我就這兩篇文章 相信大家都有機會提到啦 那麼首先要講清楚呢 那位那位那位南亞裔的媽媽 產後抑鬱症呢 其實呢就其實我覺得不要說一定呢 因為她是年紀大了 即是四十多歲的 不可以說因為你年紀大 就這種問題會容易出現的 那麼產後抑鬱症呢 其實我相信在香港呢 很多很多的新聞下都經常報道 我們認識很多人 很多就是那些明星啦 那都是最後都自己承認她有這個問題 那產後抑鬱症呢 但幸好產後抑鬱症呢 很多時候呢 就是不會長期的 即到這樣上下之後呢 她自己呢 可能都會一學以夢調理回 那她就會痊癒的 那她就會痊癒的 是不是一般人都會過渡到呢 比較容易自己過渡得到的呢 產後抑鬱呢 就是其中一個 那當然也不是一般啦 那你說抑鬱 有沒有人未經歷過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經歷過的 但大部分的抑鬱呢 都是很短暫啦 因為有些很清晰的原因啦 譬如有家人去世啦 或者呢 就有些很離奇的意外啦 或者失業啦 那現在還有一個 很多常見的就是離婚啦 是不是 我和大家都分享過啦 離婚是應該是屬於第二大 最壓力最大的人生的創傷來的 那也都有人認為呢 這個應該是第一大的 不是第二大的 因為不止感情創傷那麼簡單 不單是感情創傷的 這種情況之後呢 你會看到呢 你整個經濟呢 就會有很大的衝擊啦 你自己的小朋友啊 跟你的關係呢 都會因為 現在的所謂那個 離婚法律呢 是搞得很禍的 那最近香港2011年 自從有單判了之後呢 就開始實行分家產的離婚呢 那現在就離婚的那個 那個現象呢 是一個很嚴重的 那這個問題 我將來會和大家 在另外一個節目呢 我會和大家去想一下 即是我們 即是怎樣處理呢 那好啦 但我今天呢 就集中呢 講一下那個離婚 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抑鬱 那很多時候呢 就是正常的 我們生活中啊 發生這些事啊 那令到我有一種 我們叫做reactive 即是一種 一種事故引發的 那但也有種呢 我們叫做 臨床性的 即是醫學上的抑鬱呢 那這種抑鬱呢 其實可以這樣說呢 是 即是持久啦 還有呢 就和你那個 那個 生活的處境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是不成比例的 可能有些事情發生而已 那就是過了 是不是 忘記了它 那但是呢 我們叫做臨床性的 醫學上的抑鬱呢 其實呢 就是真的嚴重 它就是走不出來的 那好啦 那我也都想 都想了解一下 那我怎知道一個人是 抑鬱呢 那當然很明顯呢 通常呢 都是那些人是經歷一些情緒的壓力之下的 那他也都可能呢 感覺到呢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優秀 很極度的優秀 可能被人的那些 被人拒絕感 很失望感 或者對自己呢 是自己的 自己的價值呢 是沒有了 即是 可以說 完全沒有了希望 以及很空虛的 那就是這種感受呢 可以這樣說 是一種抑鬱的感受 但是你剛剛才說的 那些都是內在的感受 我見到很多那些親人呢 都說是沒有察覺 有什麼症狀 那還有什麼可以看到呢 那有些人呢 就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動力 沒有了興趣的 還有呢 他也有看到 他可能會發覺 他就是集中力沒有了 就是很差的 就是想什麼都想不到 就是沒有什麼想做 又去玩又不想玩 你看戲呀 吃東西 他完全沒有什麼興趣的 那這種也是一個很明顯的 行為上 你可以看到 這種這樣的抑鬱 那也有時候呢 我們看到的情緒的波動 會突然之間 無怨無觀 哭起來 那這些或者 就是沒有了胃口 還有睡覺呢 就是失調 有時候睡到 有時候睡不到 這是我們對日常的生活 就沒有了興趣 那這些呢 就是 以前很喜歡做的事情 突然之間 他就不喜歡做了 不想做了 那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信號來的 其實那個人 是可能 開始就抑鬱了 那當然呢 嚴重的抑鬱的人 那些人呢 完全是脫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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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離我們自己一般的生活 他整個抑鬱了 就是困在家裡 那裡 通常有些人不肯出街 困在家裡 不想見人 那你知道呢 這是一種是比較性的嚴重 有些人呢 就直接拉在床裡 那裡 睡 整天都睡在床裡 那這些是個很明顯的 抑鬱的症狀 那所以呢 遇到這些情況 大家要留意 那好了 你剛才所說 你說在香港 每年有成一千人自殺 那我相信 抑鬱導致自殺最大機會 那我以前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很多人的自殺 就是因為吃了些藥物 很多些西藥 其實有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吃了些什麼藥物 都想Google查一下 這些藥物有什麼副作用 尤其很多西藥的 一般來說 我們可以說 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人 都會在他一生裡 都經歷過抑鬱的 那大部分的抑鬱 都是比較上 溫和一些 不是太嚴重 以及都是短暫性的 那但是女性呢 就比男性 是多診断抑鬱的 那在抑鬱的病人裡面 女性裡面 六個有一個是會尋求幫助的 會尋求幫助的 會尋求幫助的 也都很多時候 在男人裡面 就比較少一些 九個男人抑鬱 只有一個 就會去找人去幫忙 這也可以解釋到 那就是 男人也是不太喜歡 透露自己的問題 也就是情感上的問題 也就是情感上的問題 好了 那抑鬱的情況 會不會是 以我們的年齡增長 一般也是這樣的 小朋友的抑鬱比較少 因為現在開始有 雜雜雜仔 那些雜雜雜雜都開始看到 那背後 其實多數是有抑鬱的 好了 但是通常是 隨即年齡是增長的 这个解释很可能,当年纪大的时候,可能在社交上的活动能力开始狭习了 或者遇到家庭的问题,他们没有什么能力再处理得到 也可能年纪大,遇到周围的朋友一个个离去,也有很大机会老人家在吃很多西药 这些很多西药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所以这些也解释到,为何老人家比较容易抑郁 还有一个解释,老人家当然没有那么抑郁,身体上没有抑郁,没有那么多机会走出去,晒太阳 这都是一个导致老人家,为何老人家抑郁的情况很多 香港就很幸运,很特别,香港大家也知道,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长寿的地方 你看到香港很多老人家有一个很经常的活动,去行山 有些人游泳,冬游都要游泳,所以这些活动很明显 是会减低老人家的情绪低落的机会 很明显,抑郁的成因很多,不会说是每一个 在院前医学界,经常用一个脑内的化学物质来解释抑郁 大家经常听过血清素 如果人们情绪低下抑郁 脑内的血清素水平也会比较低 如果我们将血清素增加 也会减低人们的抑郁 所以在医学上 他们处理抑郁问题通常都是用药物 有什么药物可以调理或控制血清素 这是理论 但有没有人能够认识 其实暂时来说 从来没有人能够认识 那人的血清素是否真的低 所以在我们之前几集 都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资料 关于精神病的问题 其实很多理论是没有实在座的科学根据 所以血清素也是其中一件事 我们没有办法检验得出来的 可否做一个临床的诊断 其实我们不能够的 其实都是一个症状上的诊断 不是一个化学上的 在一个複装里面可以诊断出来的 其实现在很多所谓的报告 都是未经证实的 即未经是所谓的科学证实的 起码是精神科的图 在一个 mental illness来说 是一个是很混淆 是很受质疑的 起码在我们的数据上看到 很少精神科的病人 是可以用西医的方法 是最终医好了 如果西医那套不成功 即使用很多药物都会有副作用 如果在自然医疗 或者同类疗法 又有没有什么工具 方法 如果当我遇到情绪不稳 或者抑鬱的时候 可以解决得到 始终我们都要开始研究一下 抑鬱的成因 我曾经也说过 其实都是很多的 不是一个单方面的 但为什么会有呢 在自然医疗里面 在医学上 即是广泛的医学上 不只是西医的角度去看抑鬱症 其实抑鬱症很多时候 可能因为我们身体的营养不足 营养不足 譬如有些维他命的不足 会导致我们的情绪的问题出现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们的食物的敏感 有些人接触了某些食物之后 他的情绪就会改变 起码我知道有些人喝咖啡 他人会很兴奋 或者有些人吃了朱古力 他人就会觉得很舒服 睡觉 你会看到肯定食物是可以影响我们的 有些人是因为食物的敏感导致的 还有一个可能导致我们的抑鬱 就是我们所谓血糖的问题 我们血糖会导致我们的情绪的波动 有些古怪的行为 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血糖低的情况之下 有些人会引发的 是季后的改变 就导致抑鬱 我们现在都知道 因为它接触太阳少 那太阳的光 其实可以这么说是某一种的能量的维他命 所以我都常常提醒那些人 就不要越多接触太阳 不单止是维他命D 维他命D 在太阳里面帮助我们皮肤制造 维他命D 是会预防男症 是很有效的工具 所以有些人说 维他命D 其实不是维他命 维他命D 其实是一种抗烟 但是现在的女士很怕晒黑 很怕成的 好像还美白 那有没有说一天晒几多 为之适量的水平 其实我们晒黑 你可能的面派是发黑 有时的身体 脚 手 你都可以暴露在这方面 以前有一种 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 我们不应该在 可以日间五间热日当空去晒 但亦有新的资料说 是那个时候晒的阳光 那些光线是最有效的 当然 简单 用一般的常理 就不要晒到自己的墙霜 是可以晒到 烧霜 所以我看到 为何光线有关系 其实有一种解释就是 我们眼底的视网膜 因为我们从光的刺激 是会发出一些信息 进入我们的脑内的部分 叫做hypothalamus 这个部分 就是 会在一个信息的转运站 所以 如果我们缺乏这些信息 从我们眼的视网膜 是进入我们脑部的 hypothalamus 这个也可以这样说 是令到我们身体的调节出问题 这个就是在科学上 企图去解释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报道的 就是有时候就是产后抑鬱 产后抑鬱很明显是 一个荷尔蒙有关的 但是我不觉得是荷尔蒙可以解释 始终我们产后抑鬱的症状 我相信自古都有 我们在数据上 我们就说不到 是不是现在是多过以前 但是通常我觉得 如果个人的身体 身体好 狀态好 营养好 毒素低 我相信这些荷尔蒙的波动 应该不应该导致你 那个情绪上的抑鬱 那还有一种抑鬱 我们叫做是跟那个 Holiday有关的 有些人是放假的时候 就会抑鬱 有些人会怕抑鬱 有些可能一到星期一 要上班又抑鬱 很多人都会有种感觉 哎呀 惨了 又要上班了 哎呀 真是很不开心 那这个当然 可能有一个简单的原因解释 就是他们的份工 不是他想要做的工 是不不适合他做的工 那么肯定为了两餐要去做 这些很容易解释到的 好了 那还有些情况 有些女人因为服食那些避孕药 避孕药很明显 是会很大量干扰你身体的荷尔蒙的平衡 所以有些人有些女士 一吃避孕药 他就立即觉得 那种情绪抑鬱 那这个呢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一般医生都知道 就不要再 就是要停止 不要用这种方法来避孕 那但有些不是的嘛 再给一些抗抑鬱 让你这样就麻烦了 但其实现在很多医生又说 那些避孕药已经是没有什么副作用 啊 很安全啊 怎样怎样啊 那是否无不副作用很安全呢 这个自己网上很多正确的资料 是吧 当一个医生要推销这种药的时候 他怎样能够跟你说呢 应该很可能他们不断企图去改良 但是是否改良到是很安全呢 可不安全呢 其实就不是只是看药的 是要看人的 有些人对荷尔蒙的干扰是很敏感的 所以对这些人来说 你怎样的安全 所谓表面很安全呢 其实也不安全的 还有很多被孕药是有很多不同的配合 有些不同的荷尔蒙配合 所以就很难说的 就是因为那个问题是很视乎 那个接受那个人 服食那个人的本身体质 好了 那没关系 如果你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你便问清楚 医生写生的名字 你在吃哪一类的避孕药 自己上网去查 因为今次今天 就是非常 这个资讯已经很发达 可以叫做Equalizer 就是很多人 不会因为资讯不对称而受害的 我们可以自己上网自己查一查 好了 还有什么可能会导致抑郁呢 亦都有一个就是甲上线功能失调 亦都可以一个导致抑郁的成因 亦都有些是因为重金属的毒素 很多时候就尤其有些人 都可以这么说 就是任何的长期的慢性病 你病了这么久 基本上你都会抑郁的了 所以这些是我们所认识的 就是导致抑郁的原因 当然也都有些人 我们叫做躁郁症 就是说他除了抑郁之外 他有时候就很开心 很狂躁 通常有些人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一屈的时候 就在家就疯了 不出街 什么都不想做 一开心的时候 就去到处找人 聊天 不断去找朋友 不断去买东西 买东西 买东西 做些东西 就是这种很典型的 叫做manic depression 就是躁屈 香港亦都认识过 有些很相熟的名人 都有这些无病 结果他都以为是医好了 其实不是医好了 只不过是受控 医好的意思就是说 真正的医好的意思 在定义上 应该说 你是不需要依赖任何药物 可以正常健康地生活 你才叫做真正医好的 在精神科里面 其实绝绝绝少人是会医好的 当然也有些病自己好的 如果这样 躁屈的钟摆 就更厉害了 其实是否比抑郁更麻烦呢 医疗方面 各有各的工具 但是 是不是说 躁屈症一定是 这种病是比较难医呢 很难说 似乎你那个程度去到哪里 因为我曾经说 抑郁 抑郁可以很严重 也可以有很多很轻微的 很短暂性 所以很难说 但是在医学上 在我们自然医疗里面 我们的处理手法 其实都不太分别是哪一类 总之 我们的基本问题 我们处理了 那么病人就可以开局了 嗯 其实 同类疗法 或者自然疗法 都有很多可以舒缓 或者治疗病情的工具 是吗 那大家都知道 抑郁病是挺普遍的 亦都是很多药物 是出现了去寄图 去治疗这些问题 那当然 我刚才所说的资料 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些问题 我相信首先 要做的是 要想一下 那个是什么成因 有没有因为身体上的成因 有没有某种病的成因 那如果这个是成因 当然 你要对症下药 医好那个问题 对不对 就是不是医抑郁那种感受 是为什么要医抑郁呢 我想说 食物敏感 营养不良 可能甲上线的问题 可能阳光不足 也可能被人软的干扰 有很多很多因素 可能重金属的问题 所以 在处理我们处理的抑郁 我们首先 应该 我无论是用自然医疗的方法 用对抗性的西药方法 其实 第一件事 应该找到 引发它的原因 不要 一有事 就快要用西药去 你知道 抗抑郁药的药 是很多很多很多西药的 但是 知道这些药 其实是很多时候 抑郁药很严重 但是照我所知 好像吃了抗抑郁药的人自杀 比例都不低 没错了 也有很多资料显示 其实很多这些药 令到病者自杀 本来可能是很轻微的 可能根本是 不是说 不是说 那么严重的 反而 你吃了这些药之后 那些副作用 是令到你去自杀 那么奇怪 本来人家抑郁药 最严重的情形 就是自杀 就是吃了这种药 反而是 竟然 抗抑郁药的副作用 就是自杀 对 很奇怪 非常之荒谬 所以 这就是一个副作用 一般药物副作用 当然 药物副作用很多 包括有些人 有些人会抽筋 心跳不规律 口干 血压低 性药减低 抑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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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药的副作用 他人很稳稳稳稳稳 或者很激动 肥肤出疹 作门 嘔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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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血的问题 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进行吃这些药物的人 因为通常来说 这些药物 你不会吃得好 你会长期吃的 所以很多情况之下 他们会怎么样呢 是要长期 帮他厌育血 看他会不会 那个药物 会影响他身体肝功能 这方面 或者是神的功能 很多时候 你会看到 或者像昨天所说 血压突然之间 炸跌 在这个 用药物的处理 其实有很多很多副作用 而且最重要 其中副作用 其中副作用 是令你抑郁 和令你自杀 和令你肝脏衰退 和 用西药来治疗 这些情绪抑郁 其实 基本上 从来没有人生正医好 就是 所谓控制 从来没有人生正医好 医好 意思是 吃了之后 你不用吃 当然 有些情况是 短暂性的 就是你不吃任何东西 都会好得上的 我曾经听过 我一个自己的朋友 说 甚至吃了这些药物之后 其实对于性育 都会有影响 是的 这个是一个 常见的药物 那种药物的 那些副作用 是的 第一次来到这里 我们又要休息一会儿 都听了很多 对抗性医疗的副作用 是的 或者我们在一会儿第二节 回来 等袁医生再讲讲 自然疗法 里面又有什么方法 可以处理抑郁症呢 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再谈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 没有什么成功的个案 比例不高 普遍上 用西弱的方法 大家自己留意一下 如果你认识一些人 你觉得有情绪病 抑郁病 很明显 他们在接受治疗 你自己看看 有哪几个 你认识的人 结果是不用吃 又是痊愈的 就是停止了 痊愈了 其实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我们的收集资料是没有的 如果是这样 在自然医疗里面 有没有什么食物 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的 可以帮忙解决一下 就是 起碼我们经常说 病虫很入 因为刚才你提到营养的问题 没错 其实最第一件 我们要做到 我们经常要所谓叫做均衡营养 什么叫均衡营养 其实很多不同的意思在背后 当然营养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有一个均衡的营养 就是多方面的营养素 纤维等等 当然我要有足够的 没有污染过的蛋白食物 比如鱼、鸡、豆腐类 多方面的新鲜的蔬菜 尤其是叶绿素的蔬菜 如果你说什么叫做均衡营养 其实这方面就是我想说过 我们的血糖的问题 有些人因为血糖的问题 导致情绪波动 如何能够保持平衡的血糖呢? 每天就多吃几餐 可能吃五、六餐 不要吃三餐大的 要吃零食也好 吃一些健康点的零食 紫菜 总之小吃多餐 令到你自己就不要出现血糖不稳定的现象 还有一些方法 就是我们的饮食方面 要包含低脂的乳类食物 当然牛奶乳类食物 不是我们外面 一般接收到的信息 是这么好的 但其实也不是坏得很厉害的食物 尤其是如果没有这个食物 对乳类敏感 即是低脂的乳类食物 香蕉 或者黄豆类的食物 豆腐类 还有火鸡 火鸡里面 发现它的食物是天然的 Tryptophan Tryptophan是一种氨基酸 牛奶里面有 这种食物很多 这个会帮助我们 製造血清素 用现时西医的理论 血清素不足导致 有些食物 会帮助我们 供应多些 Tryptophan 这个氨基酸 会身体演变为 血清素 这种食物会有帮助 当然 尽量减低 酒精 或者咖啡因 尤其是你对这方面 特别敏感 这方面 要特别 有些人 去喝酒 多多喝的时候 很兴奋 但喝完之后 缩酒 症状很抑郁 所以很多控酒的人 都有抑郁的问题 当然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控酒 会导致他身体的 营养吸收能力受到障碍 所以导致营养不良 这是饮食方面的方法 如果 除了食物方面 譬如 我真的很忙 真的不可以 很均匀地去饮食 我要出街食用 那有没有什么营养補充剂 可以协助我们 吸收得好些 营养均匀 我跟大家说 其实很多因素 很多营养的因素 作为第一步 大家可以做到 至少吃多种营养 多种维他命抗物盐 现在市面上很多 在我们的诊所 我们通常建议 人们 用巴黎菲 大蜜草粉 里面有二十多种营养素 是一种食物的来源 再加上阿麻子油 和鱼健草油 即是两种油 最重要的是 基本的营养抗物盐酵素 氨基酸 脂肪酸 不要缺乏 这才能打底 所有我的病人 都会最后 慢慢地 很快 都会开始用这种早餐 用巴黎菲 一瓶 再加些油 阿麻子油 乳健草油 可能放香蕉 在这种情况下 香蕉会帮助 制造Tryptophan 用水 例如豆浆 豆奶 蛋白质的饮品 或者血清蛋白 混水 就搅拌 这就当作一个早餐 我自己用这个早餐 都用了几十年 喝了一样东西 我常常都可以上班 做事 所以看症 一直做到下午三点钟 我才开始有点瘟 所以是挺划算的 不用吃太多 最近我看到巴黎菲 那个瓶换了 变成了自然的字眼 可能还讲究了 比起以前 对 因为始终 成分方面 有政府的规例 你不能胡亂称 称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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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 如果物料来源 有时它不是完全自然 它就会有点顾忌 要标签得准确 刚才我所说 起码打到底线 有你无你 我就倾向用一种 浓缩食物 我刚才所说的 巴黎菲 药素 小麦素 大麦素 它是很多 有很多微元素 是很多的 反而你买的那些 合成维他命 如果你不是说不好 但是我觉得 是一个 不够全面 不够全面 所以维他命 是一种合成物 还有它缺乏酵素 就是不是一个这么完整的 很多维他命 本身有很多微元素 即微量元素 它未必会放进去 所以 总之先打到底线 好了 那做了什么特别的 营养素 对我们神经系统 有帮助呢 钙和尾 对我们中央神经 中枢神经系统是很重要的 那钙和尾 最好就是混合来的 通常一般建议 就二对一 比如两份钙 一份尾 或者一对一 都无所谓 那就是用500毫克 mg 钙 配250 或者500毫克尾 一天吃两次 那就是 一千 一千的mg 钙和尾 都可以 分开来吃 那我通常遇到 复食这些营养素 我通常都教病人 是咬碎它 即是 你这样全脱 吞下去 尤其是钙 有时你身体吸收不到 就是脱出来浪费了 所以 吞服这些抗物炎 我通常建议病人 自己咬碎 也会用碎 大家好 除了钙和尾 我会建议用一种 炉 炉 炉 和克力 是二百克的食 hall 两百万分之一 中文不记得如何翻译 200mg每日吃两次 吃足一天 再减为每日吃一粒 因为酷棉是微元素 发量不需要太多 除了这个之后 我们会用DLPA DL Phenylalanine 这个使命都找得到 是一种安基酸 会帮助 有时短暂性可以帮助 服用量大概500-1000mg 吃两次 空腹食 用水或者用果汁 有些人喜欢买蛋白质的食物 其实也可以 可以短暂用3个星期 看身体改善的情况 还有一个营养素 就是叶酸 Folic Acid 我们发现 沉水低落的人身体 液酸的水平比较低 所以他们建议 用800mg 液酸 一日两次 起码吃它一个月 不要吃得太短时间 有些人 用800mg 一日吃一次 当然 你也可以吃其他B杂 这方面的食物 除了叶酸之外 还有一个营养素 是一种B维他命 叫Inositol 我通常是用在一些 坐骨神经痛 神经痛 很多时候我用这个Inositol 很多时候很有帮助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系统 传递的物质 帮助这方面的活动 血清素 亦都发现 情绪低落的人身体 很多时候 Inositol的水平是比较低的 在某些研究里面 实验的人 会给他吃1g Inositol 一日吃1g 这就是用量的效力 和化学西药 当然也没有这种副作用 即是说 如果你需要用得到Inositol 我们的份量是比较多 1g 比较高的剂量 我知道在中医来说 经常说到肝屈 人的情绪差是肝屈 有一个逍遥散 有中严女性的情绪的低落 或者接近根源期 我们很多时候用中药 中药是处理肝屈 经文叫stagnation of the liver 肝屈 好了 我们发现Inositol 会帮助身体脂肪肝 在中医 masks 把肝带来 带走去 使质肝肝贫 带annah the liver 不会太贾ors 98 也 говорит stagnation 终于使用肝屈 很多时候 会用500 mg Are Nositol 1日吃3次 只需1t microbi IF不大分量 如果发现有帮助,可以继续使用 如果用的份量高,大家要注意 但如果用的份量比较短暂性,就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营养素呢? 有些情况,尤其是在冬天,阳光小,或者住在北方的人 因为阳光不足,我们叫季后性情绪的毛病 我就会用脱黑激素,Melatonin 是调理我们光暗的荷尔蒙的调理 当然很明显,它会导致我们睡得不好 所以遇到这个情况之后,记住用脱黑激素 一般来说,我们在临睡之前一个半小时 半小时到两小时,就可以吃3mg 3mg是一般的份量 除了我们脱黑激素,还有一个营养工具 一个营养素叫做SAM,SAM 其实它的存名是S-Adenosyn-L-Mephyonin 我亦都不想去翻译做中文 因为你翻译中文去买,没有人知道它是说什么的 你只要说SAM-E,SAM-E,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是一种安基酸 亦都研究过,它的效果和西药的配方差不多 当然也不会有西药的副作用 是的,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我跟大家说过,其实我们在医学上的研究 我曾经所提到的那些营养素 其实已经和西药是作过比较的研究 其实它的效果和你吃西药是一样的 但那个分别就是,不会有西药的副作用 而且就算效果几好,会有副作用也会死活 没错,即是你治药就产生另一样东西 如果副作用是抑郁和自杀的,你想不想呢? 很荒谬的,你想想一下 看起来,其中可能的副作用就是抑郁 那你用来医抑郁的副作用就是抑郁 而且更严重到其中的副作用是自杀 抑郁最严重的效果也是自杀 应该可以这么说,最终抑郁也是 我想不会就是嘻哈开心心去碰死自己 好了,再继续,其实很多 等大家了解,其实抑郁这个问题 很多很有效的工具 就是不会大家觉得这么无奈 那还有什么减据呢? 还有什么减据呢? 好了,还有一个叫做 其实方默的东西很多 香港有很多方默的法例 将来我们有一个新的节目 会和大家一起去做一些东西 去对面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不要在此束手就弊 不要做一个乖乖的顺文 被人宰割 下一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节目 叫做自给自力更生 是 新的节目自力更生 我会教大家具体 大家应该可以做些什么 除了听我们的节目 又得到这个正确的资讯 知道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好的东西 我们的人类的主景 是不需要那么悲 那我们慢慢会和大家分享 最后呢 我们这个自力更生的节目 会和大家 是大家可以有些什么做 就是我们自己 每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那这个呢 就融下呢 我们希望呢 大概一两个月之内 这个新的节目呢 就会面世了 那大家就有新的希望了 香港人有新的希望 希望就是一两个月了 其实都忙到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其实呢 大家都有 如果大家有兴趣 有就是有计划 是吧 就是记住具体的 具体行动的方法 不要就是讲 讲话都听了太多了 那如果我们到时呢 有兴趣 大家真的可以参与的 来和我们 可能会有些聚会 大家想一下 那如果有些更加好的方法呢 大家知道 就是有些地方 已经做些很好的事情 做着的 我们可以知道去参与 很多 其实国际上 那到时呢 我们就可以再和大家 在网台呢 和呢 大家可以做一些 一个例行的集会 那大家再去商量大计 商量共商善举的大计 OK 一听到共商善举 好像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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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简单 是自力更新的 什么都靠自己 好了 那除此之外 维他命B6 也都很多时候 和那个程序低落有关 那维他命B6 通常的建议分量 就是50mg 一天吃两次 熟吃两个星期 就是在饭餐之间空土吃 维他命B12 是不是 我知道B12 以前那些小孩很流行打 那些B12保针 其实呢 不单止会帮你那个精力 提升你的精神精力 也都会帮助你那个情绪 那就是很多很多这种 营养的方法 是 那如果是这样 刚才袁医生也说过 草药这件事 那其实草药有没有 一些特别有效的 对抑郁症 那就是 大家再跟大家提醒大家 很多人有一种错觉 以为自然医疗的东西 是没有科学根据 整天都有这种 荒谬的说法 如果你真的有机会 是去订阅这些资料 其实呢 多到你 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 我手头我过去 我收集了很多很多 这些科研的资料 那草药 我曾经所说 中医也一直都有 它们疏肝肝屈 认为这个 情绪抑郁的原因 其中有的茶壶 茶壶和当归 中药方里面是经常采用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听过银行业 中医是用银行果的 银行业 其实大部分研究是 在西方学校 这个就是银行业 帮助我们脑部的血液 循环 是将那个大氧 令到我们脑部的养分增加多些 所以也是帮助我们 那大家都想到 如果在新清空气里面 清新空气里面 去走动 去移动 你这个人都觉得很清爽 你不会觉得很情绪很低 问题是 现在的空气很不清新 大部分时间都 那清新不清新 就是多休息 可能不足够 就是多休息 就是足够的养分 它起码有养分 我想大家多些去户外走动一下 假期 其实香港呢 郊野的地方 树木的地方 其实香港都不太多 是啊 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差 是啊 我听别人说 我少行山 但是行山那些人士说 香港是很便利的 是多的 是啊 很多 我试过有一个 在加州回来的一个朋友 他在那个 科技大学 教了几年 那边退休 香港再教了几年 那他两公方很喜欢行山 他说呢 香港行山的路 是比加州好 那样 他经常叫我去 是 很多的 很漂亮的 那这些香港人 其实用行山的人 很多 很多 那这个是一个 香港的地域 是特别方便的 因为香港行山的地方 是很快就到的了 你在外国呢 我以前在多伦多住了九年 你去那些郊区 要駕駛几个小时才能去到的 那我相信在加州肯定也是 当然我也知道 有些人家后面是山东西的 有狼有蛇 那些都有 那有什么 有狼 有狼 有柴狼 那也没有 有很多毒蛇 那就是 那就是 在香港来说 普遍上 你要去到郊野 我想半个小时车程 通常都去到的 我走五分钟就到了 是的 那所以呢 就是 香港的地域 其实是 活动 新清空气的地方很多 好了 那除了这个 Cava Cava 是南太平洋的島嶼发现 有一种 焦虑性 焦虑性 焦虑性的抑郁 Cava Cava有帮助的 还有一个 烟物 Avena Sativa 它的直 Silica 是很有帮助的 对什么呢 对一种 神经衰弱性的 程序抑郁 或者病后 或者戒烟不备 或者吃了太多 这些 鸦片 白粉 想戒 这种这样的 跟神经系统 有少少 神经衰弱性 这种这样的抑郁 Oxtra 烟物 很有帮助 这些我们公司 在独装健康店 全部都有 即是 就这样吃的耳物 不 你敢吃耳物也可以 但这些是抽取物 抽取物 不是这样煲了之后 做出来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金丝图 金丝图 也有一种 有个学名 Saint John's Wort 叫做灌什么鬼的叶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金丝图 亦是同类疗法的疗剂 但同类疗法应用 是治疗神经痛的 但在草药的应用 是处理一些中度 或者轻微的抑郁 严重的抑郁 金丝图 是未足够的 还有西伯利亚的人心 补品 以及帮助睡觉的Valerium Extra 因为睡眠不好 可以服用 帮助睡眠的草药 这是一种草药方面的处理物 你刚才提到 烟物的体取物 即是吸毒 吸烟 是不需要同类疗剂 对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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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情况 就算同类疗法也好 有很多是 我们叫做创伤性的 即是 我们叫做 创伤性的 其实不是那么难用的 也不需要太过考虑 人物性格 在这情况下 不需要 对型号 对型号 没错 不需要那么仔细 所以 在我们新的节目 叫做 不单妙药的同类疗法 我们就会一只一只 介绍 有些很实用 很简单 在即时可以生效的 同类疗法的疗剂 这个节目 是每个星期二 我会播出的 每一个星期 我都会讲一只 最述简介一只 因为讲太多 你可能就不容易吸收到 好了 其实工具有很多 背腹花药 按摩 香薰油 其实方法是很多很多的 不过其实背腹花药 以前我们有一集 开个专题讲过的 没错 听众如果有兴趣 可以查回旧的记录 或者我们会 在讨论区都可以 即是哪一集 讲过很详俊的 38只背腹花药的资料 是的 但是有没有哪一两只 是特别漂亮的 其实也有好几只 有三四只 其实是不难的 你自己一去找这个 就找得到 最重要的是 我有个简单的建议 这个反而最重要 就是我们如果 那些人是真的 不想面对抑郁 那我自己 一世都没试过抑郁 从来没试过 怎样的艰难出现 对我来说 我有一种新的挑战 包括我自己父母过身 但我爸爸一百岁 九十六岁 无疾而终 九十七岁 无疾而终 这个不是一种悲剧 所以我觉得 我从来都没有一种抑郁的 所以我很难同情 但我也知道 我处理过很多抑郁的人 简单一点 希望大家不要有机会 进入到经历抑郁 简单一点 第一 经常运动 运动是肯定 可以帮助你们 舒缓紧张的情绪 也会帮助你睡觉 也会帮助你睡觉 也知道 劇里的运动会出现 出现了很久的 妈啡 痰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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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痰 做事可能有意外 可能做事不如意 会有很多事情出现 所以第二件事 记住要睡得好些 简单一点 睡觉到淋睡前 是浸一个热水浴 热水浴 温水浴 当然有很多工具 香薰油 芝蜜痰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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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是跟袁医生谈过都OK的 我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各位听众可以的话 可以多些笑 是的 那其实 我想都市人很多人 不记得了怎样开怀地笑 因为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问过我的 那有些人说我不开心意 我怎么笑 假笑 假笑都有用的 那看到最近有很多团体 开始教人去假笑 由假笑就变得很快就变成真笑 假得来最好大家可以对着一块镜子笑 笑到眼睛有鱼尾纹 是的 因为 我以前 即是大笑 不要阴笑 即是不要阴笑 如果微笑是真笑 眼睛都会动 但是因为你现在是装假 总之笑到眼尾尺 因为肌肉去判断人家真假笑 就是你眼部的肌肉动不动 好了 那我曾经说了 如果我人不开心 你叫我笑 怎么笑 其实不要紧了 因为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肌肉是有关系的 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不同的肌肉的部分是直接有影响的 所以你能够装到一种肌肉的好像是笑的肌肉出现了 其实你身体的内分泌其实就有相应的荷尔蒙 其实你这个大脑会被骗的 没错 他见你笑呢 又会有分泌 是的 会分泌相应的体内的物质出来的 真真正正正可以去调节 其实两者是横横相求的 是的 所以有时候看到很多人去 即是外国很流行的 有很多地方是很容易去到的地方去看那些动督笑的那些戏院表现 香港就比较少一点 间歇性 但是香港有很多的笑片 就租一些笑袋回来笑 大家可能在自然界、医学界都知道 曾经有一个人自己大病之后 就租很多的笑片 三傻、罗罗哈地 试说一下之后 自己一个很严重的免疫系统的关节病 是好回来的 他两次用这个方法 就是医好了自己的很严重的病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的健康是绝对是操纵在我们的手上 只要大家是用点心思去探讨、学习 在我们的节目是会不断帮大家 尋求一些非常之有效、安全的自然医疗的公司 其实现在已经有个组织叫做爱笑瑜伽 大家可以上网自己找一找 因为今集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又差不多了 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各位听众如果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一下 或者给一些意见我们的欢迎 随时去到我们圆网台的讨论区留言 或者如果有些比较棘手的问题自己解决不到 也可以打电话去我们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到预约和余医生会诊 好了今集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又差不多了 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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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